What's up Dog 聊一聊月略的夏天 第三季 改编对抗赛 还是呢 Blue Star 为什么呢 来这个呢 跟我今天的关键词有关 就是这个 改编作品 不要丢掉这个原作的灵魂 这一期呢 其实这个就是 是第episode 5 第五期 所有的歌曲呢 是罗大佑 刘欢 王菲 其实呢 这些歌曲 这些歌手 他的这些 所有的一些作品 怎么讲呢 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灵魂 他的灵魂就是在哪 就是演唱也好 他的作品也好 结合在一起 他有这些作品 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韵味 所以呢 基于这一点出发啊 如果就是说 乐队的改编啊 如果改编的 把这个歌曲的这个灵魂啊 任何作品之类都一样 如果你改编的 把这原来作品的这个灵魂丢了 他作品灵魂 有的是歌有韵味 有的歌是歌词啊 有的一些是什么旋律上口啊 不一样啊 但是呢 这些这一期的所有作品呢 其实在对我来讲呢 就是说这些歌曲都是有他独特的韵味啊 独特的韵味 特别是在声线上 或者这个演唱上面 这些歌手都是他独特 你刘欢啊 王菲 还有谁 罗大佑 对吧 所以说呢 从这一点出发 你就看出来 就是说 哪个乐队的改编 可以算是成功啊 或者是哪个乐队不成功啊 我不是说不成功就改编的不好啊 都有他自己 每个乐队都有自己的风格 都有自己的风格 有自己喜好的风格 或者擅长的风格啊 他愿望的改 是他的问题 但是被大众接受啊 或者是对我来讲啊 如果你丢了这个原来 作品的这个 这些作品啊 对于这一期来讲 丢了他的韵味啊 你就算是输定了 还是拿这个 最火的现在这个刀狼 这个罗刹海士啊 来做个 做个比方啊 就是说 罗刹海士啊 最精彩的 其实是歌词 但是呢 是他的这个 雷魂所在啊 就是说最火的原因 但是呢 下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什么 他的曲调啊 他的曲调 其实呢 是有他的灵魂呢 有他的韵味在里面 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说 是这个二人传也好 就是地方的戏曲也好 这种地方的戏曲 都有他的韵味在里面啊 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 就是为什么晚上 网上那些恶稿也好啊 那些翻唱也好 用地方戏 再把他这个歌 从 再把他一个罗刹海士 这个重新 唱一遍啊 也会受到欢迎啊 一个是 他保留了 他最热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歌词 他一个呢 就给了一个 他的新的灵魂啊 新的韵味所在啊 这么说吧 韵味所在 但灵魂其实是他歌词啊 就给他一个韵味 所在 他韵味 什么地方戏 有他自己的韵味在里面 所以说呢 你保持着这两点啊 就是说 这个作品的改编 就算是一个成功的 再说一说 每个乐器啊 也都有他自己的 独特的韵味啊 像这个玩意儿啊 就是 你的独特的韵味啊 你所有的曲子改编过来 他有他自己的韵味出来 他最擅长 哪一类的曲子啊 表现啊 也有他自己的 范 自己的这个 这个 这个领域在里面 范围在里面 如果他拖出去了 也不能 就是完全 表现这个乐器的灵魂 说回来啊 从第一个开始讲 这什么 新学校和那个 Nova Heart 张学友两首歌呢 我Nova Heart那个 听过一些 翻唱那个 这个新学校来讲呢 他的其实呢 张学友还是啊 咱说回来 这个演唱 从这个演唱 还有他的声线也好 演唱 他有他的韵味在里面 Nova Heart 没有把这个韵味 就是 还有一个要讲 就是说 如果啊 你说这个 他原来的韵味在里面 我想给他重新演绎一遍 改变一遍 你可以付给他 一个新的韵味在里面 一个新的韵味在里面 这样的话呢 也算可以 也算可以 所以说呢 从这些上面来比较呢 你说这个 这个新学校里面 那种吵闹的 这种 有没有韵味 没有啊 跟原曲比较就没有 但是Nova Heart 有啊 Nova Heart 有他用了这种 电子的东西 在那边 而且现在 这种风格是 现在上面 也是非常流行的 一种风格啊 就是说 跟电子 组合啊 所以说呢 他给了一个 自己的韵味 在里面 给了一个 重新的 灵魂 在里面啊 有他自己 独特的韵味 所以说呢 他肯定要赢啊 跟那个新学校来比 然后啊 下一个 康世坦和二手玫瑰啊 翻唱的这个 王菲的 还是啊 基于这一点啊 这个二手玫瑰啊 给这个 王菲的歌 也有他自己的 独特韵味 二手玫瑰 还是啊 保持了这个 一个韵味在里面 他也会赢 所以也是同样的道理 然后是 嘎里三千 和那个Mr.Math Mr.Math 所以说呢 还是这一点 还是这一点 我还要说一说 这个嘎里三千 这个啊 一直我从上次就说啊 他那小提琴啊 就是多余啊 他小提琴多余 其实嘎里三千的改编 那个是 刘欢的千万次的问吧 都是大伙挺熟的 我挺喜欢他这个 就是说 基于特别清 跟清唱差不多的啊 非常简单的 配器在后面 然后用人声这个和声啊 来把它重新唱一遍 这个就是说 哎 我有给他的一个 独特的灵魂 一个独特的韵味在里面 但是呢 他为了 还是这个小提琴啊 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古典音乐 这个classic music 这些东西加下去 而且我还要表现 我的小提琴啊 你可以表现啊 但是我觉得啊 他这个段落啊 就太长啊 他特上可以加一个小的啊 可以小的这个转折 一个过门也好 在里面点缀一下 然后呢 保持他这个 这种人声的这种 这种这种演唱 那种最早的 就是前一段刚开始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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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形式啊 就是保持一个整体感 这样来讲呢 我认为啊 那样就比现在 这种形式要强 个人观点啊 Mr. Miss 还是啊 重复前面两个 这个这个乐队 这个翻唱的 这个获胜的 这个观点啊 他是啊 他玩一种爵士 然后呢 填了点新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呢 他的整体性 还是在那里 在那里面 然后给了这个歌曲 一个自己的 重新的一个定位 一个灵魂啊 把它加了一个韵味在里面 有他自己的韵味 没有丢他的乐曲 这个作品的灵魂 什么灵魂 就是有韵味在里面 所以说呢 他是胜出了 也没有 这几个 其实这这期节目 就是说没有 上期上期的那个对抗赛 好像是 我有一个 有时候他选出来的 我我并不喜欢 但这一次啊 没有 就是赢出来的 我就是心服口服啊 就是说 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 然后呢 最后一个 就是说这个 步步一和这个 柏林护士啊 翻唱的罗大佑 罗大佑 从声线的演唱啊 还是他的这个 尤其是这首 未来的主人 孟小歌 他的从旋律也好 有非常他自己的 这个韵味在里面 因为在里面 这个沧海一声笑 也有他的韵味在里面 用了这个 就是这个民族的 这种五声音节 特别简单的五声音节 然后呢 这首是广为传唱的 特别上口的一首 一首歌 然后呢 步一呢 就把它弄成了 这个摇滚乐 这种特别吵闹的形式 这种 这种形式 其实我说啊 就是说如果是现场演出的话啊 他这个演出 就是说是非常成功的啊 把气氛可以烘托到一个 一个一个最高点 为什么呢 就是说有些乐队 比如说我这个乐队 没有什么人知道啊 或者是这个 我想造成一定的效果啊 就拿这种口水 也不算口水歌 就是大伙都知道 都可以跟着一起唱的歌啊 我把它弄得特别的热闹啊 把它把它弄起来 我不能怎么改编 大伙都能跟着我一起唱啊 这种形式在现场演出啊 是非常受欢迎的 也非常这个能鸿托气氛的啊 按善想演出来讲啊 他这个改变的作品啊 是不错啊 但是我还是说了 他丢掉了 就是原来的这个歌曲的这个灵魂 他的韵味所在啊 他丢掉了 所以说呢 他对比这个柏林护士来讲 这个未来的主人文啊 他是输掉了 柏林护士其实呢 基本上改动并不大啊 就算他的旋律啊 他说旋律 我基本上改改改动了一些 但是他的改动 并没有丢掉 他原曲的那个韵味在里面啊 他保持了 就是他原曲的韵味的风格啊 原这个旋律的风格 这种这种走向也好 风格也好 你听他的这个这个旋律啊 听到这个旋律 就是没有和原原曲的旋律 完全脱节啊 你听啊 我这句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未来主人文啊 这个所以说呢 从这一点来讲啊 他是就是非常成功啊 你说他有这么独特的之处啊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啊 就是说 正好他的翻 他的改编和原曲啊 他的灵魂 他的韵味啊 比较吻合啊 比较吻合 其实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怎么说 怎么来 对我来讲啊 就是怎么说这个翻唱 比如说翻唱不是改编 改编也好 翻唱也好 怎么说这个改编比较成功啊 如果是你熟知的曲子啊 你接受啊 算啊 你就是成功 但是对没有听过的曲子 比如说这个 这首这首这首歌啊 这个每个乐队一唱 哎 或者他一出来 你说哎 我特别喜欢这个歌 哎 后来发现 原来这首歌是翻唱的 是一个改编作品 哎 对我来讲 我就要去找 他以前的原作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呢 这是反向来推啊 对我来讲说 这个就说明这个乐队的改编啊 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成功的啊 所以说呢 这几个胜出的乐队啊 在意料之中啊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惊喜 没有什么冷门啊 有没有什么恤好 有没有什么 boats 有什么 hommes 有些ems 对